翻來覆去睡不著 到天亮也沒睡好 睡眠不足或品質差 都可能讓健康出狀況 毛病多 老得更快 低液皮膚老化 皺紋變多 免疫力下降 可怕的是記憶力 認知力受損 容易罹患 阿滋海默症 失智風險跟著提高 我們理想的睡眠 可能一天至少要七到八個小時 必須要睡飽這七到八個小時 因為在這個時段身體正在恢復 除了睡眠 坐太久 也跟失智有關 尤其六十歲以上的民眾 一天坐著不動超過十小時 會比正常人多八%的失智率 要是坐著超過十二小時 失智機率更高出百分之六十三 風險急速飆升 坐姿會讓血液不流通 一天坐超過十小時 造成了傷害 運動也救不回來 久坐的時候 我們腳會稍微腫起來 因為我們有很多水分跟血液 都會堆積在我們的下半身 就算你在做一些運動 這個傷害其實已經造成了 久坐也是健康殺手 坐太久後遺症 超恐怖 心臟病 肥胖症 糖尿病 疾病 風險高 甚至還可能猝死 就常常站起來動一動 然後增加有氧運動的一個時間 睡眠不足不止老的快 注意力下降 甚至損害判斷力 辦公坐太久 或看電視滑手機 坐著不動 大大提升失智風險 醫生建議每一小時 要起來動一動 保持血液正常循環 維持良好生活習慣 記者蔡霜及郭宜貞 高雄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嘆弄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